想問一下聯署是上個月開始到現在 現在暫時收集到多少錢名 暫時我們未能怎樣算 我們一路都會一路搜集 一路可能會分歸寄上去給公安國 和寄上給中國政府 我相信這個會是一個持續的行動 這個平訊片和資料行動是會持續的 無論多少都好 我相信很多都是表達了他們的關心 表達到他們對這件事的很強烈的感受 希望國家的政府知道 其實很多寫明信片或者提見的人 都是希望國家能夠落實所說的依憲 依法治國的承諾 如果是尊重憲法 尊重法律 保障法治的話 是沒有理由這樣去打壓一些執行職務的律師的 所以我們最希望看到立即是有些行動 是看到他們有所反應 包括立即釋放現在被一路拘禁著 或者被失蹤著的維權律師 和停止騷擾這些維權律師的家人 除了在銅鑼灣這裡 會不會今天或者之後 有些其他地方都會收集你的簽名呢 我們還會繼續聯繫著 國際不同地方的律師團體和組織 今次是史無前例我們看到 在歐、美、加拿大、澳洲 以至日本和東南亞等地 都有很多的律師團體出聲 當然台灣和香港 我們很多執業的人士 包括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 包括法律界裡面的損毀 以至到台灣裡面 也有三個律師團體和人權組織 提出很強烈的意見 我們相信會聯繫他們 他們一定會對中國政府有進一步的要求 包括他們會把事件 在大律聯合國的層面要求中國政府交代 也有團體說希望去到中國那裡 見到國家政府的領導人 來就這件事希望他們交代意見 以及要求他們立即釋放委員人士 所以到國內的探訪或者代表權 要求對話要求改善的情況 這個是需要進一步和律師團體 安排和任務協商的 要補充一點點 我們除了在街上會繼續簽這個明信片 也都會在多個團體 包括現在已經有的教協會 資料會的六四紀念館 另外學生組織 他們接下來都會有Ocamp 也都會呼籲同學會簽署 我們都放上網上 其實透過網上 也都呼籲大家可以就這樣下載 亦都可以將這個明信片 就算是在內地 其實都可以幫忙寄給公安隊 我們這個都很穩度的行動 我們暫時沒有一個期限的 尤其是網上的簽名 就一直收 我相信都會不斷地發出 給當地的公安機構 直到這個情況很明顯改善 和停止了這些打壓 和非法制度 我們才會停止這個行動 至於名字很難預計 當然我們希望這多月好 我相信網上的反應 以至於在學生團體裡面的反應 我相信會相當容易的 我相信一定以千帝 希望能夠上萬計的知名 能夠交到公安當局 讓他們知道外界對他們的行動 對他們的大規模 非法制度的行動 是不滿的 那你第一次準備 什麼時候寄明信片上去 我們相信幾天後 因為我們一路造行 我們寄明信片那天 可能就有一個行動 原來是一個公司大革 請問你們現在 有沒有被捕的人 或者被捕的人 那些事情 可能現在還要跟隨 釋放為民主司 有的 可以講了他們的名字 我們不太適合 是講外面的律師 或者家人的名字 不過我們不斷 現在在內地裡面 還可以打電話 或者我們可以透過電子門仔 通訊的人 是很前面 所以最新的發展我們是知道的 但是很多行動都不在 還有差不多五十幾的律師 是被拘留 或者被失蹤 我們已經很留意到 家人的情況 有些家人 其實不斷受到威嚇 以至到有些律師 他的年紀很大的家人 包括雙親 竟然還在屋裡被捕的人 所以情況是非常嚴峻 我們不斷有 如果我們可能適當的時候 我們再發佈 給大家最新的發展 原來他們也有發展 有時候看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用電子門仔 有時候用各種方法 就不一定會透過電話 那就是會透過鑑接 即是他們有朋友 他不是用某個律師 他會透過認識我們的朋友 跟我們結論 所以用各種方法 不過我們相信 我覺得我們對發展 是有很緊密的審視和監視 我們會有什麼叫新的發展 適當地立即攻擊 OK